主席 各位委員 我們主席處和審計部的這個以及各縣市的前進 主席我先請教主席阿長 我們現在請石主席長 李委員好 主席長高早 這裡前幾天有公佈的這個幸福指數 我國的這個幸福指數現在排名世界第幾 媒體報導是第五是不是 那不是我們公佈的 蛤 那不是我們公佈的 我們 我們因為你的任內啊 開始建立這個幸福的指數的這個指標嘛 是 那麼這個情形目前的狀況是怎麼樣 是 我們2014年我國這個國際指標 是OECD 34個會員國跟兩個夥伴國 也就是37國之中位居第18名 18名比去年進步一名 所以那個 那個所謂排名第五那個是哪一個單位公佈的 媒體上的報導 那是安全 哪裡 是彭博公佈的 所以你不覺得我們有那麼幸福 不像彭博這個公司這個民間單位公佈的那麼幸福 為什麼我們沒有那麼幸福 剛剛許委員這個所謂的所得差距 我們失業率目前看起來是在最低的狀態 那個通貨膨脹也不是很高 所以如果以傳統這兩個指數加起來 這個數字帳面看起來不是那麼痛苦 但顯然大家覺得相對剝奪感很高 那個青年的所謂的所得在3萬以下的 佔多少 就業人口的多少 3萬以下的佔40% 佔40% 所以其實是3萬塊錢以目前這樣狀況 這樣的一個薪資水準大概是幾年以前的水準 不過跟委員先報告一下 就是說因為這個部分呢 是以那個受僱者他主要工作收入來統計 也就是說你如果有兩分以上的 那當值計算主要的收入 而且不含經常性加班費獎金紅利 我有看到主席長你的報告裡面 就是說去年的平均的薪資 月薪資好像是成長3.78%是不是 大概3.7左右 那個是工業級服務業受僱員工薪資 那103年是成長3.58% 那去年這個工業級服務業受僱員工薪資平均是 四萬七千三百塊 這個是歷年最高 那成長3.58%也是這四年那個增幅最大 單年是成長多了 但是我們注意到他的那個經常性薪資也是3萬多 四萬七這是一個所有的 所以我就順便把昨天的媒體報導一個調查 過勞時的一個調查 現在幾乎沒有一個工作有什麼行業 工作時事超長的有哪些行業 我們說收集非經常性薪資就是很多加班 很多加班他不可能帶來幸福 不可能帶來快樂 哪些行業的工作你每年都有這個國事調查 各種政經經社會的調查 公司的最長是哪些單位 媒體啦 主席長替他們講話吧 他們現在都即時新聞了 每一分鐘都在發新聞 以前還有一個結稿時間 中午一個結稿 晚上一個結稿 現在這種不是人過的生活 我不太清楚他們是不是感受 醫院 保全業 是不是最近很多過勞時的 40歲以下有7個過勞時網 其中有一個是不到30歲 主席長你知道嗎 德國的公時啊 1388個鐘頭 平均的工作時數除以8 173天 日本1735 除以8 216天 美國比日本長一點點 1788 就是223天 台灣多少 台灣是2124小時 除以8 一年工作265天 我再複習一次 德國是173 高生產率啊 整個歐盟的資助 台灣是265天 台灣是265天 創新啊 是這個時代的最夯的一個動詞 我想我們當然有注意到那個 你的報告裡面特別突顯 單年的成長 但是這一段期間 我們整體的工作時數 得一個增加 非經常性薪資 的 所佔的比重 我想 主席長我要提醒這一點 就是說 我們在說好的時候 也要注意到這個部分啊 我是想要特別提醒這個 好 另外有幾件事情 時間的關係 整個這個台電公司調整的 補助 各級學校的這個電費啊 這個事情最後怎麼解決 我注意到您有特別講到的這件事情 現在是全部由教育部來編這個預算是不是 大學以上是由教育部來編預算是不是 跟委員報告就是 國立學校的部分齁 那 147年取消 簡單好不好 那由教育部來處理 會 所以這個部分 沒有問題 台電沒有補助的 由國家來編主 那這一點就好 另外就是 有關這個 有多少個縣市 在去年發不出年終獎金 或者是最後薪水發不出來 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必須要由縣市來 來借的 有都發出來 都發出來 那個苗栗縣 雲栗縣 嘉義縣三個 那個 會計長還是 叫主計主任是吧 對不起 主計市主任 是不是能夠上來一下 雲栗縣江上進先生 沒有是 苗栗縣吳錦翔先生 那是審計 那是審計 都審計是吧 對 今天只是找審計的 好 那就先坐 請坐 對不起 請坐 所以 所謂的 這個薪水 當時我看到苗栗縣 是來到中央來討救兵 來偷高業 這現在是 都是在最後 在剝補給他們 還是 這個 有沒有辦法堅長性的健康 維持這個健康的狀態 跟委員報告 因為 過年是在年初的時候嘛 那因為 各地方政府 中央地方都一樣 那個收入 有一定的那個時程 所以呢 在 年 年關調度的部分 我們每年都會先協助 各地方政府 然後之後 那個稅收進來的 就可以 所以這個事情 就不用讓每一年的 在年中的時候 讓每一個 尤其是農業縣 所有農業縣 現在是很辛苦的 這個因為這個 這樣的一個 呃 重新編了那麼多的 經常五度六度之後 我想這個事情 應該能夠提早 議員會安排 調度 讓他們不免在那裡 找一個月在那裡 還需要跑到台北來 請求中央資源 如果這已經制度性的安排 這是每年都知道的事情 是不是能夠做 比較有系統性的 來處理 是 我們會協助的地方 各地方政府來 年關調度來解決 好 謝謝 那主席長請先回座 謝謝 那主席我來請那個 沈記長 好 我們請林沈記長 沈記長 我有特別注意到 你的報告裡面 最好那個獨立專業 創新那幾個原則 這個創新的部分 你能不能稍微講一下 我們最近 兩三年 審計部在創新的做法裡面 有哪些比較 值得國人驕傲的地方 是的 這個 我們也參考這個 國際最高審計機關 組租 在要求各機關 各國審計機關要 隨著時代的進步 往前邁進 比如講說我們 從後面說重點 沒什麼時間 那麼我們在 強化租信的發布最快 我們這幾年做得非常的積極 那另外在 損計技術方法上 我們除了說 原來的這個ACL以外 我們這幾年 在這個計量分析 還有在GIS的應用 最快我們都 我想就用你們 在報告裡面 你們在所做的 相關的機關的出版物裡面 有講到幾項 審計部覺得值得國人驕傲的業績 那其中有一項就是 之前我曾經請教過你 台電和民間電廠和氣電工程的電廠 所以你們 由於你們審計工作 導致這個 替國家審 節省了幾十億 這件事情 包括重新預約 重聘這個新的這些董事長 這件事情以你的角度 有沒有繼續追蹤 有我們這一塊就是 事實上是前後追蹤 第一次通知以後 他沒有改進 後來我們把他報到監察院 經過監察院彈劾以後 他才落實 那我們 目前都已經完成休業工作 每年可以省下十幾億的這個電費 所以所有的約都重新簽訂 9個合約 重新預訂 我想這一點是很好的一個情形 那還有沒有其他你覺得 除了這個電之外 審計工作在全國 包括這些文子館 這些重大建設的一些 你能不能再舉一下 是的 在整個審計的功能 就是在幫政府的這個財務來把關 那麼有包括有這個 節省不經濟支出還有浪費 那另外就是一些 這個行李面對後面也是我們在努力的方向 我說具體的 我再舉一個例子 在財務上比較大的效益 像說這個監禮單位 這個吊銷足照 或是這個 他的這個欠稅的這個車輛 滿街跑 那我們用這個ACL技術 跟他的停車場的設備 去做一些 停車的紀錄做一些比對 換算成台幣 每年 可以傳到多少跡象 這個一年 超過十億以上 超過十億以上 好 我想實際上 因為整個國家是 一兆七千七百多億的一個預算 十億是 沒那麼多 但我覺得蚊子館 這個部分 所節省下來 這幾年的追蹤蚊子館的部分 雖然在主計處也有在追蹤這件事情 我認為你們審計工作 是不是因為你們的獨立性 我認為這個部分 是不是能夠書面資料再補充給我 好是的 有關文主管 我們從95年開始 整體的 累積的績效 好不好 一個書面資料給我 好不好 以上 好謝謝 我們現在請吳秉睿委員 來 主席 麻煩請主記長 好我們現在請十足